所以我如果辦會員 我要申請這個卡片的話 500塊的紅利金 走進知名美式連鎖賣場 信用卡銷售人員拿出DM 不斷推銷辦卡優惠 強調合卡後一個月內刷滿1000塊 就能拿到500元紅利金 要民眾現場立刻辦卡 紅利是可以折取這邊的 你消費跟提會員費 意思是說我先去加入會員 然後你是說我拿到卡片 然後差1000塊 500塊怎麼推薦 那這個問題就是 我之後家去消費會不會用 對 都可以用 業務員推銷辦卡用之後可以抵用 紅利金來吸引民眾 但卻沒明確說明什麼時候才可以來使用 有民眾誤以為是下一次就能用 但事實卻不然 有說什麼時候用嗎 就是看你八九月可以折取 你八九月可以抵消費 進一步追問消費人員才坦言 紅利折取其實是每年只有8到9月 兩個月可以使用 每年時間一到 賣場員工除了口頭告知 還會透過書面 簡訊 通知可以折取 但沒事先講明 有民眾還是覺得因此受騙 覺得可能被欺騙 因為他並沒有在當時 直接告訴我們情況 那你簽名的時候 就在條約裡面要講說 是明年八九月才可以用 業者本來就有義務 提供消費資訊充分揭露 讓消費者就有參考 民眾覺得受騙 消保官則表示 發卡銀行業者推銷時 沒充分揭露消費資訊 已經違反了消保法 民眾可以向公平會來檢舉 調查後對業者開罰 沒說明紅利金有兌換期限 銀行業者也坦誠疏 強調都有要求第一線人員 促銷時消費資訊 必須公開講明 以為再加強內部人員教育訓練 借同學吳登麗 台報道 rires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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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